这个地方取得的就是一个错误的资料 原因是因为它表面上看到的跟它实际上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先把它转换成真正 它现在看到的话把它转换成像这样的内容 转换的方式 第一步我们可以拿什么 先再加上一个 先把它转 转换的方式的话 第一步你可以用刚刚讲的Test函数最近使用过 所以如果你要找最近使用过比较快Test 这边有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跟你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它的生日 所以带过来 这边就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点它的话 它会在这边显示它原来的资料 也就是通用格式 那format test 就要给它 所以format test 到底要给什么 其实跟各位讲的一个诀窍 很简单 我们先取消一下 format test 直接在这个储存格上方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请你点击什么 点击制定 制定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format test 所以请你把这一段东西 直接贴到format test 上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其实以后 假如说你要把原来办不到的事情 可以把它变出来的话 也许你可以按照一个step 一个step 第一个step就是什么 一 请你按滑锁右键 处存格式 切到次定 然后把这个复制起来 第一步 OK 就是复制它里面的format test 第二步的话 再到你要插入这个结果的地方 插入 test 然后直接先把刚刚复制的东西 先打两个双套 一到中间 把刚刚的东西贴过来就可以了 至于贴什么 你先不用管它 反正贴就对了 OK 你甚至不用管那什么 反正如果你有兴趣 你是要了解 其实他意思是说 什么TW 其实就是中文地区的 一的话就是年 月 日 OK 大概这样 然后value 就是直接把这个带过来 那你会发现 它帮你做什么事 帮你把原来的数字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根据这个格式 转换为你要的文字 大家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会得到的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可是我 你要说我只要签两个字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 等号公式 等号的后面打一个led 然后前刮 然后再到后面这边逗点 逗点 2就可以了 逗点2是说我要两个字 从左边算过来 帮我取这个文字里面的前两个字 后刮 打个勾就可以了 有没有70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对 因为常常有同学会问到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为什么明明我看到的东西 但是我要取它里面的东西 我怎么取都取不出来 很奇怪 那我说你会不会试试 说没用过 那就没办法了 OK 如果你会的话 就用刚刚的方法 等号 把里面的format test贴过来 然后再把值丢过来 它就是你看到什么 你就可以真的是那个最后的里面的东西 外面看到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OK 好 那最后如果说你要统计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什么 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再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什么 根据这个枢纽分析表的资料做统计 应该有用过这个东西吧 这个范围就放这里 这个范围 它会自动问你说你的范围在哪里 人家选吗 选错了 应该是选这个范围 我把它重选一下 不然刚刚选错了 然后你可以针对什么 比如说我要想要统计说 这个地方 哪一个年次的最多 年次几个 可以把它算出来 年次几个 最后把它group 起来就可以了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将来 你会发现 但是它现在 它是每一个年次几个 有没有 现在最多分布是在71年次的 有没有 在什么 在7年级升最多 可是你说 我是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好阅读 为什么 因为可不可以5年级升一个group 6年级升一个group 7年级升一个group 其实可以的 只是说你可能会需要用到里面一个群组的功能 有没有 组成群组 但是问题来了 他跟你讲说 你的选举范围 没有办法组成群组 为什么 特别注意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可能不知道各位没有特别去看到 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 它对其预设 它对其哪一边 靠左还是靠右 靠左对不对 跟各位讲 如果资料 假如是靠左的话 那这个资料理论上是文字 如果你是靠右的话 那理论上是数字 那为什么不能群组 因为你给他的东西是文字 那文字的话 对于那个孙柳分析有来说 他不知道他的数字 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 有没有 他看到是七零 可是他就是一个七零的字 他不是七十 OK 是七零 不是七十 他看不懂 所以怎么办 你还需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群组了 就是 对 对把文字转换为数字 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说 老师 我没有学过 其实也不用学 我刚刚有讲过 其实在文字类里面 就有这个东西 底下不是有说明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 其实答案 就在这个清单里面 你只要一个一个看 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不过 也没有一个看 因为他刚好在最下面 看到最后一个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OK 你就转换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群组了 如果你不转 你就没办法群组 其实我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 这个学生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一看 那你明明就是文字 那你当然就没办法做到 但是一般人 没有这个概念 文字 数字 数字文 上面看到是数字 老师 你怎么说它是文字 因为它靠左对极 可是它靠左对极 它还是数字 它不是70吗 你不能用你看你的想法来理解 你要用Excel Excel里面是把它当文字 那就是不对的字 而且以后两边比对的时候 文字跟数字也不match OK 所以特别说 我们怎么利用value来转型 很简单 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公司外面 直接就在包一层 包个什么value 所以你打一个value 这边就出现 V value 前刮弧 然后刮弧刮一下 打个勾 那你会发现 打勾之后 它最大的变化 会怎么样 靠右对齐 打勾看看 有没有发现 马上靠右对 这其实 说真的 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是只要你看得出差异的话 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 这很多人没有概念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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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我都对 为什么 这做出来就是不对 原因很简单 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你一定要转换 该用文字你用文字 该用数字你用数字 否则的话 像我们刚刚test的是把数字转换文字来切割 就是ok了 现在又把它再转回数字 才能够做群组的动作 所以你把它点两架 如果你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 的话 插入枢纽分析表 它第一个会问你范围 如果因为我们这个范围上面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把它重选一下 选什么呢 选编号 一直到年次 等于是有资料的这个范围 我要帮我做枢纽分析一下 按确定 先把范围告诉他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这边你要分析的是年次放在列 那你要分析的再放一次年次再值 那你会发现 然后他会帮你把58年次一个 59年次一个 年次就算出来了 那如果你希望几年次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组成群组 组成群组 现在为什么他好像还是靠主 是不是 OK 那就可以再做那个群组的动作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再看一下这部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做出像这种枢纽分析表 你们他能够统计出什么 到底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生 哪一个范围是最多的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有100个会员 总共占比 你会看到 七年级生占最多 有没有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只要你未给他的资料是正确的 苏纽分析表马上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那我刚刚卡住是因为丢给他的资料呢 最后是文字 有没有 所以你要看靠左对齐还是靠右对齐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找出问题的点 一般人其实不太会看这些细节 那有时候你要能够找出问题 有时候要看细节 看出来之后的话 问题很容易就找到到底错在哪里 那再来我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苏纽分析表的话 做报表啊 做这个图的话 其实也非常方便 但是也要掌握要语 第一个你如果要做哪一种的分析的话 你一定要有那个栏位 也就是说你刚刚即便有那个生日栏位 但是你没有年次栏位 你还是做不出来啊 也就是说 你把他的生日位给苏纽分析表 他没有办法帮你找出他是几年次的 所以你要先怎么 先帮他准备好年次的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年次的栏位 那你苏纽分析表后面就不要做了 因为一定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以后你要做报表的话 你要先产生那个栏位 你有那个栏位 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报表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那个栏位 如果一定要数字 你一定要就把它变成数字 你不能给他一个文字 如果你给他一个文字的话 那一定也做不出这个结果 假如说我们要做出这个结果 左边是我们一个表 右边是一个图 有没有 那其实利用枢纽分析表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有那个栏位 你就可以变得出来 OK 所以其实很多你要分析嘛 因为你要做预测嘛 或者你要做决策嘛 那你如果不懂得用枢纽分析表 你就没办法拿出数据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看数据 数据会说话的 因为有时候你说的 你说再多 你不如给他一个我统计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你说用嘴巴讲 倒不如你给他数据 至少比较科学吧 不会说我以为我认为我的经验告诉我 你的经验 谁会相信你的经验 对不对 当然还是以数据 那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的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这个栏位 有没有特别注意 一定要特别观看 它是不是靠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看 所以你们刚刚没有看到 做出来的结果是长这样 左边是一个表 右边是一个图 这个怎么做 一请各位注意 如果你要做step1 一定要把这个栏位产生 2的话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表 你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再按插入枢纽分析表 选取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学一招 因为有时候这样向右向下的话 有时候要选很久 而且很容易选错 所以习惯上是游标 会放在你的范围的左上角的那个储存格 然后记得那个快速键蛮重要 ctrl shift按住 站在向右 站在向下 有没有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ctrl shift按住 然后向右是向右选取 向下是向下选取 这样的话整个就选好了 ok很轻松 因为好处是说 如果你资料范围很大的话 常常选来选去 选来过头了之类的 所以这个快速键很重要 一定要学起来 好 第二步的话就是什么 插入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会问你说这个范围 所以说我要范围 对没错 这个范围ok 然后按确定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我要分析的是年次 起年次的有多少个人 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 请你把什么呢 年次拖拉到下方的列 这个是我要分析的 有没有 然后我要分析的尺 就是他里面有几个人 所以你把他拖拉放在尺 年次的部分一样也是针对年次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结果可能我先把群组先取消 因为我刚刚本来应该是长这样 然后他的属性我刚刚有改过 预设是加种 如果说你今天假如你拖拉了这个年次 他放在纸里面 假如是什么呢 里面是数字的话 他预设就是加种 意思就是我刚刚讲 上一幅 上加一幅 一幅什么 一幅这个年次 他就帮你什么 加 加种起来就对了 但是问题是我不是要加种 我是要算几个人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算几个人的话 请你记得在这个值的地方 点一下 他有一道什么 叫做值栏位设定 点一下箭头 栏位设定 把它原来的加种 改成下面这个 叫做项目个数 所以上面那个叫三米夫 下面这个叫康米夫 就是算几个 所以按确定的话 他出现就变成算几个 那刚刚如果我们用文字放进来 他预设就是算几个 文字不会加种 只有数字会加种 OK 可是问题 想说老师 这样我看不太出来 到底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如果我希望把它群组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 五十年次到五十九 有没有 是一个群组 里面有十个人 一直到六十到六十九 七十到七十九 所以开头已经是五十 结束就七十九 中间间隔十 所以怎么做 特别说 请你在年次的这个上方 有没有 按右键 有没有 右键 特别说在这里 这个地方 按右键 组成群组 有没有 把它点一下 所以右键 组成群组 然后怎么样 跟他讲说我从五十年次开始 然后到七十九年次 中间间隔多少 五十到五十个 所以输入十 也就是说你按右键 组成群组之后 填上开始结束 跟间隔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就变出来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图的话 非常简单 直接呢 在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这个表的上方 你看一下它的右上角 有一个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可以马上变一个图出来 所以你把它点选 那看你想要怎么分析 那如果最简单就直条图 按确定 有没有 就出来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看一个比例 比如说100%占比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图按右键 重新变更它的图形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圆形图 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把什么 比例最高的 有没有 这可以把它缩放 比例最高可以把它往外拉 这个可以把它再看要怎么放 比如说往里面放等等的 让它可以凸显出 哪一个区块是最大的 人家一看 对 那个是7年级生占最多 其次的话就6年级 5年级生很少 所以其实我们来这边的会员 好像年纪越大的占比越少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主要的客群 就可以 不是排序的话 也排它比较后面 OK 所以这边我请各位试试看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选举范围 Ctrl-ship向右向下 二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的话 范围确定之后的话 你就把这两个拖拉下 这个拖拉 这个拖拉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项目个数 把这边按右键改成组成群组 给它这个讯息 然后最后的话 按下枢纽分析图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 类似的东西也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蛮方便的 而且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 马上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也就是你现在可以把这个拿到 你的Port point 里面要秀一些东西 给你老板看的时候 他就马上 他马上就可以有答案 有个结果出来 他就觉得 哇 对他未来做决策 就会非常有帮助 马上就可以用图表 可以说服别人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现在人大部分还是希望看一些数据 看 但你给他全部数据 因为他根本不是无从分析 所以你可以怎么 先做一个简单的图表给他 然后你看 原来是这样子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后面是衍生的 所以 如果前面有一些细节 假如你没有注意到 那你后面枢纽分析表 相对的你也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OK 这也肯定要注意